老爷子走得也太突然了 竟然身边 找我个负心 我并不会不认父亲的期望 以后还得靠了 以后整个家族就靠你了 都处理干净了 遗传交接 都已经安排好了 萧少爷马上回国了 老爷的死 别让他抓住任何把柄 老爷的房间 我已经让佣人处理干净了 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不过他一个病秧子 量他也翻不出神浪了 对吗 弟弟你可算回来了 你在国外休养了这么多年 大哥可是一直很担心你 我也很担心你啊 大哥 好久不见 先生 病人需尽快进行心脏你这手术 不然都放了 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 你终于回来了 没事儿 早就不疼了 这几年在大哥身边辛苦你了 为你终于 都是我应该做的 大少爷 他已经准备行动 您的计划 可以开始了 他的药 我早就换 我的蠢弟弟 做得不错 你果然是我身边最锋利的一本药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他的药可以加大剂量 今晚 我要他死 小弟 身体可好些了 托哥哥的福 身体一切都好 小少爷 你该吃药了 你是很希望我吃下去吗 当然 吃了药 才能快点好起来呀 这下你温满力了吧 这下 你拿什么肯定 时间快要到了 为什么 这个慢性毒药 哥哥让我吃了这么多年 我又怎能不让你尝尝 他的滋味呢 小少爷 你这是何必以身犯险呢 多亏了你 一切才能这么顺利 我的心 一直都属于小少爷 我现在只有你了 终于 只有你了 终于 我们下车了 é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